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停下来了 第二段 他又有所突破了 现在明白了吧 注意面对十天号的宇宙二绝 确实不好对付 但绝不会放弃一切抵抗 束手待毙 他是要静静感受世界宇宙对他道理的束缚与局限 最终创造出这超越的道理 如果现在的注意再与十天号一战 那就轮到他破掉十天号的宇宙二绝了 同境界斗法 玄门天宗弟子就是无敌 果然如此 本届荒海法会 金丹期投名 玄门天宗十天号 随着时间的特异 不出别的意外 潜力声望便可以转化为真实的当前声望 和我预料的一样 凡是参加法会的各大势力 都成了帮我扩散提高声望的好帮手 这些小子们真没让我失望啊 凭我对这个坑爹系统的了解 这个世界范围声望 恐怕是个人和宗门声望都达到才行 算上赌斗和石宗月给小不点的补偿 这次法会也是收获颇丰 当时故意放跑一个 分身去跟了这么久 连个灭口都没蹲到 先收回分身 到时候再看吧 此次法会的笔试当真精彩 尤其是朱翼和十天号内战 诸击期的汪林也挺让人惊艳的 唉 本届荒海法会 当真属于玄门天宗 唉 本届强横的弟子 全成了玄门天宗的殿教师啊 唉 交出这么恐怖的弟子 那师父又该是怎样的通天神通呢 荒海古街的入口已经开启 分法会金丹期前十六名 驻击期前八名 皆可驾驭海龙洲进入谷界 请各位随我来 带领门下弟子登上海龙洲 这些怪物 为师爷讲下副本啊 这种好事怎么能拉下我呢 这荒海古街也太坑了 竟然不许猿鹰其修士进入 一群真命天子一起下副本 万一他们的王霸之气擦枪走火可怎么好啊 这次下荒海古街 切记要团结 好东西不用着急享用 先拿下再说 好 看过来看过来 荒海古街这么大 你们聚在一起太浪费 先来分一下组 天昊 吞吞和诸葛风铃 你们三个一组 小翼 小林子 红颜和小青子 四人一组 小翼要当主坦 还要控场 红颜做附加DPS 小林找好输出位置 小青子当好辅助和奶妈 海龙洲进入后 古街似乎不那么稳定了 外来者进入古街 古街会更加紊乱 我等守在这里 也是为了防止意外 原来如此 林总主 有空的话 不妨赴我雷鸣山脉紫霄风一行 我紫霄道上下扫踏相迎 本座感激贵宗盛晴 他日 一定赴紫霄风一行 师父 素来 小燕子捏碎了定位浮路 是在一个中前事件 啊 有件突发事情 急需本座处理 本座去去就回 这里还请诸位多加看护 出了什么事 能让玄门之主如此着急 谁干的 师父 难命离火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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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师父 不是正儿的家人 是 是我 他不像是被人打伤的 这情况 应该是小燕子主动吸收难命离火 从而引起了三大真火一起暴走 是你那小媳妇胳膊肘往外拐 偷偷把自家难命离火传给了你吧 他对你倒是一片心意 但问题在于你们两个小笨蛋也太鲁莽了 你这是自作自受啊 我可从没想到会这么简单得到难命离火 但现在看来 这难命离火是个大麻烦 小燕子体内的三大真火 仿佛有情绪一样 一直在内斗 这给他的身体带来很大负担 你们给我稍微安静点吧 之前还说得慷慨激昂 想不到转眼间就要向师父求救 比被人打成这副德行还要糟糕 被人打伤了为时还能找人算账去 现在你让为时找谁 要不然为时索性就揍你一顿 师父息怒啊 弟子也没想到 欲速则不达 你现在不管是自身法理修为 还是道法境界领悟 都不足以同时驾驭三种真火 要想同时掌握三种真火 至少要达到金丹后期 从现在起 包括回到玉京山之后 你都安心闭关吧 等你达到金丹后期再说 是 来者可人 亮出宗令 在下韩诀是一介散修 练气境九层 想要拜入玉清宗 不知可有门路 三 三 三菱根 点击气力 悄悄修炼千年 每周六十点更新一集 史上第一祖师爷第二季 每周五周日十点更新一集 看玄门天宗如何成为史上第一大宗门 这四十点更新一集 会十分之中 唐洋天宗 我们下期 Standing